撒姆尔记 下 第十章 此后 亚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哈嫩接续他作王 大卫说 哈嫩的父亲拿匣怎样向我施恩 我也要怎样向哈嫩施恩 于是大卫派陈仆为他的父亲安慰他 当大卫的陈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亚门人的领袖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派人来安慰你 你看他是要尊敬你父亲吗 大卫派陈仆到你这里 不是为了要窥探侦查而倾覆这城吗 哈嫩就抓住大卫的陈仆 把他们的胡须剔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袍子 露出下体 然后放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这些人觉得很羞耻 王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出来再回来 亚门人看到大卫增悟他们 就派人去雇用 就派人去雇佣立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 以及马家王的人一千 陀佛人一万二千 大卫听见了就派约亚和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 陀佛人 以及马家人 另外在郊野摆阵 约亚看见战阵对着他前后摆列 就把从以色列所有精兵中挑选出来的摆阵迎战亚兰人 他把其余的兵交在他兄弟亚比筛手里 亚比筛就摆阵迎战亚门人 约亚对亚比筛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你要刚强 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姓 为我们神的城镇奋勇 愿耶和华照他所看为好的去做 于是约亚和跟随他的士兵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他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 约亚就离开亚门人 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集合起来 哈大底下派人去 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兰 由哈大底下的将军 硕法在他们前面率领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 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 来到西兰 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 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士兵 四万骑兵 又击杀亚兰的将军 他就死在那里 哈大底下属下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与以色列讲和 臣服他们 于是亚兰人害怕 不再帮助亚门人了